今年來 中國發生多起維權抗議事件 維權民眾越來越新奇 他們勇敢的圍堵派出所 一起營救被捕人員 10月15號凌晨 在廣東湛江市 數名海警駕車偷偷潛入村中 試圖抓走一名維權的村民 但很快被其他的村民發現了 村民們圍住警車 要求海警放人 否則不讓警車離開 村民的抗爭從凌晨一直持續到晚上 警察最終被迫釋放了被抓的村民 現場視頻顯示 被抓的村民獲釋之後 村民們聚集到祠堂 放鞭炮慶祝 有村民在網上發帖稱 第一局我們打贏了 全村人都給力 10月8號 在山東省茲博市經濟開發區 富家鎮 彭家村 維權村民圍堵了富家鎮派出所 要求派出所釋放被抓的維權民眾 雙方一度爆發激烈衝突 因為當地官員將村里3000多萬元人民幣的 征地補償款 私自用於購買理財產品 村民多次維權無果 有村民因進京上訪 被當地的公安抓捕 同樣是10月8號晚上 山東青島萊西市相隔立院小區的上百名業主 圍堵了附近的產之水庫派出所 要求釋放早前被抓的維權業主 當天早些時候 上百業主聚集抗議物業 阻止那些沒有購買車位的業主進入小區 公安抓捕多人 X推主趙蘭健近日發布了視頻顯示 海南民眾舉行大遊行 抗議中共的暴政統治 趙蘭健指出 海南是全國貪污犯聚集之處 搞地皮在海邊建樓 是30多年來全部的發財辦法 房地產大開發 徹底把海南毀掉了 當局還在海南搞了醫療先行區 病毒疫苗的研製 器官移植活摘的大開發 這些系統性的罪惡 讓質樸的海南人完全理解不了 由於中共在海南的紅色娘子軍教育洗腦 導致海南的粉紅特別多 但是現在海南的粉紅們也受不了了 他們在海口上街遊行抗議 關注大陸群體事件的海外自媒體昨天也披露 9月27日 在湖南岳陽 湘陰縣 香檳鎮 夏霸湖辦 也曾有數百位村民圍堵近村抓人的公安 村民透露 夏霸湖周邊有5個村落 世代依靠湖水為深 但最近當地官商勾結 準備毀湖挖沙 斷絕村民的深入 村民們誓死維權 昨天還披露 廣東 湛江 徐文縣 西連鎮 陳無村村民上個月底發起維權行動 抗議當地官方的禁止養螺政策 因為養殖海螺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該禁令等於是斷了他們的生計 此外 在9月23日下午 湖南張家界 龍園華城的小區業主發起了維權行動 抗議物業強制出售沒有產權的地下車位 並阻止不願購買車位的業主進出車庫 公安抓走一名業主 業主們氣憤的團結起來 一起圍堵了小區附近的派出所 要求釋放當天被抓的一名業主 當天晚上 公安最終被迫放人 網友評論說 不抗爭就永遠被欺凌 老百姓已經無路可走了 飯都快吃不上了 毒死底層民眾最後的生存之路 這只是開始 壓迫越狠 反抗越烈 公權力肆無忌憚的濫用 最後的反抗目標會是整個體制 中共經濟持續惡化 瀕臨崩潰 民不聊生 但是中共當局一直拒絕採取提振經濟的措施 有消息稱 由於壞消息接種而至 已經多到讓黨魁習近平難以忍受 匆忙出台了缺乏細節和邏輯的 粗糟的所謂救世政策 但是外界認為 這僅僅是一項去風險的舉措 《華爾街日報》10月15日報導 兩年來 習近平一直拒絕採取有利措施支撐經濟 但是在9月下旬 習近平同意做出了讓步 接近中共決策層的官員和政府顧問指出 中共地方政府財政瀕臨崩潰 近期目標不是大規模的刺激需求 而是防止一場不斷發酵的金融危機 上述人士還透露 有關中國各地流動性的危機惡化的報告 正不斷地湧向北京的權力中心 財政緊張的地方政府甚至難以向公務員 以及國有和民營承包商支付工資 這一點是尤其嚴重了 到了9月下旬 經濟形勢明顯惡化 微米不正的跡象蔓延開來 房地產困境也不斷地加深 進一步抑制了 因為經濟前景暗淡而疲軟的消費 一位知情人士說 地方政府出現嚴重的現金流問題 必須採取措施 避免危機全面爆發 報導說 由於壞消息接踵而至 9月下旬 甚至多到了讓習近平都覺得難以容忍的地步 因此 他決定採取行動 9月24日起 中共官方宣布降息降准 降低購房首付比例等一系列的救市措施 並向金融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資金 大約1萬億元人民幣 斥資8000億元支撐股市 10月8日 中共發改委舉行記者會 沒有如市場預期的公布億萬刺激經濟的方案 而是重申現有的政策 讓外界大失所望 《法爾街日報》報導說 習近平中央集權勢的決策風格 一再導致政策突然轉彎 這種做派增加了中共政府經濟政策的 不透明度和不可預測性 進而可能會增加在華投資的風險 報導提到 關於即將出台的 具體刺激措施的混雜信息 讓投資者經歷了過山車般的行情 市場最初受到央行降息 和其他寬鬆措施的提振 但其他經濟決策機構缺乏細節 罰善可乘的新聞發布會 又讓市場情緒受挫 10月12日 中共財政部舉行了記者會 提到將增發特別國債 但具體的金額還不明確 知情人士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這筆資金並非用於實施很多人期待已久的 大規模的財政刺激 而是用來緩解地方政府的流動性緊縮壓力 以及對國有銀行進行注資 目前 很多新政策措施與其說是直接刺激經濟 不如說是為了穩定地方財政 進而穩定整個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 知情人士透露 這不是一項刺激措施 而是一項去風險的舉措 據新唐人電視台報導指出 中共這一系列急轉彎的舉措 讓中國股市出現暴漲暴跌的行情 也讓上百萬新股民剛入市就被套牢 至9月24日到10月8日 中國已經有256家上市公司發布減持公告 其中披露減持計劃的有136家上市公司 隨著行情不斷上漲 披露減持計劃的公司數量 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多位大陸股民對新唐人披露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負債累累 拖欠公務員工資 銀行 房地產等很多的企業岌岌可危 表面上說是舊市 其實是為政府自己紓困 湖南股民周先生表示 地方債很嚴重 有些醫院 老師都發不出工資 讓老百姓這個錢流到股市裡 上市公司拿了這個錢產生效應 交稅的交稅 地方佔股的佔股 解決了地方的債務 老百姓套住了 再也不相信這些政策了 大陸投資顧問透露 中國的股市風險太大了 很多公司虧錢 退市特別多 IPO上市都成為產業鏈了 收購公司 包裝公司 然後上市再減持 一個公司上市就能賺好幾十個億 甚至上百億 收割股民的血汗錢 觀眾朋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您開啟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就可以及時看到我們為您準備的精彩節目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 10月12號 成都市雙流天然氣公司的儲存裝置 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爆炸事故 影片顯示 這次爆炸的威力相當巨大 形成的蘑菇雲震動幅度堪比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 當地居民還不知道具體的死亡人數 隨後 當局對相關的資訊進行了大規模的封鎖 只有少量早期消息泄露出來 據New Talk新聞報導 事發後 當地派出所向居民足以打電話 警告他們不要擴散有關爆炸的訊息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網上幾乎沒有任何人轉發相關的訊息 而且海外媒體也沒有報導這一事件 造成了訊息的雙重封閉 牆內被消聲 牆外也陷入沉默 據中國媒體的報導 事發當晚的10點左右 在雙流區東升街道龍橋社區的一處露天空地 一輛小型燃油車輛發生燃爆 事故發生後 消防 緊急救援以及公安等部門迅速抵達現場處理 到10點30分左右 事故處置工作已經完成 當局表示沒有任何的人員傷亡 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對此 網友們對官媒的報導表示懷疑 網友們說 這麼大的爆炸 居然是一輛燃油車 你錯了 牆內人不是不想說 根本說不出 不過也有網友表示 是私人加油車爆炸 天然氣爆炸可不是這樣 沒有那麼大的黑煙 10月16日 美國人權活動組織自由之家 公布了2024年全球網路自由度報告 報告指出 排在倒數前5名的國家分別是 中國 緬甸 伊朗 古巴和俄羅斯 而冰島連續6年被評為網路自由度最佳的國家 獲得了94分 排在前10名的其他國家和地區 分別是愛沙尼亞 智利 加拿大 哥斯達利加 荷蘭 臺灣 英國 日本和德國 報告指出 全球互聯網自由度連續14年下降 而中國的互聯網自由度連續第10年全球墊底 在滿分100分鐘只獲得了9分 而臺灣以79分 位居亞洲第一 全球第七 自由之家在一份新聞稿中說 至少有43個國家的人因其網上言論和活動而遭到攻擊和殺害 該數據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 中國網民面臨全球最糟糕的網路環境 對於中國的網路自由度 報告說 北京持續將中國國內互聯網和世界其他地區隔離開來 阻止國內對一些政府網站的訪問 並對使用VPN的人處以巨額罰款 報告還說 中共政府還繼續系統性的壓制異見人士 例如 2023年11月 中國活動人士和記者孫林 因在網路上發表抗議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言論 而被警察毆打致死 中共隨後審查了網上有關孫林的相關討論 報告指出 十年來 中國網民面臨著全球最糟糕的網路事件 人們在網路上分享新聞故事 談論宗教信仰 跟家人和海外人士交流等活動 都面臨著嚴峻的法律和法外後果 報告說 當局對技術行業擁有巨大的權力 利用監管調查和移除令來執行政府的說法 近年來 中共當局的獨裁政權鎮壓力度不斷擴大 執政的共產黨持續加強對生活和治理各個方面的控制 包括國家官僚機構 媒體 網路言論 宗教活動 大學 企業和民間團體 報告補充說 經過多年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獨立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捍衛者 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您對今天的內容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言 來跟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也請大家為我們的視頻點贊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